一直的一直的往前走 疯狂的世界 拎着痛把眼中所有梦 都交给世界 生非就用心的举飞 谁不经历狼狈 我想我会 忽略失望的会 拥抱遗憾的美 我的梦说别停了 等待就让光芒 只是泪湿的瞳孔 映出心中最想拥有的彩虹 带我奔向那片有你的天空 因为你是我的梦 世界会怎么变化 都不是意外 记得用心去回答 平原的精彩 世界会怎么变化 都离不开 爱记得成长的对话 勇敢地说我不再等待 就让光芒 只是泪湿的瞳孔 映出心中最想拥有的彩虹 在我本身那片有你的天空 因为你是我的梦 因为你是我的梦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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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跟我笑 他跟我笑 你 你 抱抱 你 你不惜了这两天 过段时间再抱吗 你抱得多呀 他以后长大了就和你亲呢 是吗 还有这么一说 有呀 妈 你妈现在不能抱人啊 她出去旅游摔了一跤 松口疼 来 抓起来 逗逗爸爸你回来还没抱过我呢 哎 没办法 可怜天下 孩之心 尤其是老大 妈 你不会不喜欢女孩才生老二的吧 妈妈就是女孩啊 怎么会不喜欢女孩啊 按照你的逻辑 是不是姑姑不生孩子 就是因为讨厌小孩啊 难说 爸你也表个态 来 我来吧 没事儿 等我坐下啊 要我表态是吧 等会儿啊 到奶奶这儿来啊 小心小心 宝贝儿 小心头 小心头 来 过来 用行动表态 感受到了吗 以后我给你算时间 你抱多多多久 就要抱我多久 行 糖果啊 你知道吗 在咱们家啊 从来没有重男轻女 只有啊 重女轻男 谁啊 你爷爷呀 当初啊 奶奶我啊 剩下你爸爸以后啊 奶奶就不想生了 可是你爷爷非说啊 下一个肯定是个姑娘 九千万百计的 让奶奶我啊 剩下你姑姑了 哎 为什么你爸爸 你爷爷小的时候 有没有抱过他 拜拜 没抱过吗 自打济世开始好像 我爸还真没怎么抱过我 就记得那个时候 她天天扛着瑶瑶到处跑 这从厂子里下班回来 第一件事就是洗手 第二件事就是满屋子找瑶瑶啊 嘴里一直不停地喊 哎 我闺女呢 你在这儿呢 我知道 嗯 嗯 你可真有惨的呀 哎呀 那个时候吧 还不觉着 现在一想吧 挺心酸的 放我下来 放我下来 干嘛 我天哪 我天哪 你在哪 啊 先不说了 我着急了 啊 我告诉你个好消息啊 见案了啊 说说 这刘明涛呢 倒是没什么问题 是财务经理的问题 嗯 还有就是咱们公司的账户 也恢复正常了 其他的就也没什么了 你就交给我们吧 好 交给你们 来 老板 这都是啊 长工留下来的 你挑下拣下 看哪些要 哪些不要 嗯 啊 木子 你最近身体呢 也逐渐恢复了 过段时间让长工 带你去旅游一下 散散心 啊 你们年轻人 不都用那个什么网 做那个旅游定制来着 嗯 爸 您说的是这个吧 嗯 啊 对对对 哎 那我们叫上瑶瑶 还有李凌峰 咱们一家人一起出去吧 好 好 你慢慢整理吧 啊 好 剧中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张长工 资深项目经理 资深项目经理 喂 我以为啊你明天才能有消息呢 什么事啊 有个事啊 想请你帮忙 什么事不能回家说啊 你说吧 我之前不是认识了一个导演朋友吗 他现在呢在拍一个戏 说想找我们客串 客串 我也要去啊 对啊 说要演一对情侣 他觉得我们合适 现在吗 对啊 他们这个戏呢是个怀旧剧 我给他们推荐了咱们过去 经常去的那个酒吧 行 我一会儿过去找你 这么快就答应了 那地方意义不一样啊 我就知道你会喜欢 所以我提前答应了 那你等我一会儿 我换一身衣服啊 好 那个爸妈那儿我会打电话 让他们去接糖果放学 你呢自己叫个车过来 我在酒吧等你 几点 五点 酒吧门口见 好嘞 一会儿见 好 你什么呀 上次你去德国 半千证都不告诉我 表示严重的抗议 所以我就想啊 不管你走到哪儿 我得来一个 李牧子的专属标记给你 什么标记啊 情书啊 还知道情书呢 你追我那个时候 情书写得可勤快了 哪像现在呀 陪我的时间越来越少了 所以啊 我特别去定做了 这个情书造型 还刻了我们的名字 方便我独无私人 眼光不错 还刻了名字 不愧是我的亲老婆 好好好 这个你带 好 我的荣幸 好 好 请问您是牧子吧 是啊 您是哪位啊 好 您好您好 我是这个剧组的演员副导 我们等您很久了 走 跟我来吧 放车进来啊 李勒 好 放车再来啊 那个小张啊 等公是在你两年 等公还没来呢 他好像还没到 不过应该快了 您来的正是时候 我们的拍摄已经开始了 您先在这儿坐一下 哦 对了 他来了我会告诉你的 记住 不要喧哗 好 没关系啊 你忙了吗 你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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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场三集一次 预备 开始 我回来 你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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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 我忙了 你忙了 你忙了 我忙了 他忙了 你忙了 你忙了 弄了一身的臭汗 然后现在去寒冬那儿 都洗衣干净 我打电话休息一下 喂 成功 我现在已经被工作人员 带到这边了 那小山也来了呢 你怎么时候到啊 我这边有点堵车 我一会儿就到了 对了 那个导演好像跟我说 咱们俩客战的角色 都不是一场戏 刚好你在前面 待会儿呢 才要是让你演 你先上去 那我先挂了啊 马上就到 好 那以后见 等过了啊 大家休息一下 不就到了 呃 你们好 谁是李慕泽 我是 我是导演 成功跟你说了吧 让你今天过来帮忙啊 冲个角色 这样吧 我让工作人员 带你去化个妆 然后就开始啊 哦 我来的时候化过单妆了 还有化妆啊 是啊 因为你客串这个角色啊 非常重要 现在的妆啊 不搭标 我让化妆师 帮你修补一下 小张 过来一下 哎 什么事儿导 你听我说啊 带演员去化个妆 让化妆师啊 抓紧时间 下面还有三场戏呢 好吗 好了导演 好 跟我走吧 好了 大家抓紧一下啊 下面还有三场戏呢 小美 先帮她化一下吧 下场她要上哪 你要先说啊 你这样老是差人进来 弄多手忙着乱的 不好意思啊 收工请你喝咖啡 还要你请 这里现场就可以坐 来 偷了 帅哥 可以去那边稍等一下吗 他这个美女先化 好 谢谢 坐吧 我来的时候化了点单装 没事儿吧 没事儿 谢谢啊 好看 哎 好了是吧 嗯 好了我们准备开始吧 哦 好 看着点啊 哦 好 嗯 我先给你讲一下戏啊 嗯 这场戏呢你是没有谈词的 你先上来 好的 你呢先背对着投影仪 等我说准备开始 然后你看着投影仪 好吗 记住啊 别紧张 哥布门准备了啊 开机 预备 开始 你说还是我先生 你说 你说吧 墨子 亲爱的宝贝女儿 你们家长工 想给你个惊喜 就让我和你爸爸 录个视频 这个 时间过得好快啊 你都出嫁这么多年了 也做了妈妈 可你现在做妈妈 我真有点不敢相信 你都是有孩子的妈妈了 每次到你的房间里 我就要做好长时间 想你啊 想你小的时候 妈妈是多么希望你能回到小的时候啊 你小的时候 天天变着法的 问我要零花钱 偷偷地去去买邮票 买丝带 想起你小时候那些可爱的事 给妈妈留下的都是美好 我是不是有点跑题了 没有 没有 是挺好 妈妈祝福你们全家 合家欢乐 幸福甜蜜 快快乐乐的每一天 我说 跟你说 墨子 爸爸祝你永远幸福 祝你幸福啊 那个啊 墨子啊 那个 你妈我是头一回当婆婆 我就特别想把事做好 但是呢 也总会有那个 磕碰的 这个不好的 还有那个小心眼的事啊 墨子啊 你可千万不要往心里去啊 我 我就想告诉你啊 妈呀 这打心眼里的 喜欢你 一直就没变过啊 这 这以后咱俩要出现那种 不高兴的事 你记住吧 全是妈的错啊 该你了 说吧 墨子 你受苦了 这军功张上 一大半是你的 长功最多三分之一 辛苦了 墨子 墨子 我等待这一天 等了太久 久到我们都快忘了 我们还差一个婚礼 墨子 我爱你 你知道的 我爱你 从你大姨的时候 跟我在一起 这么多年过去了 无论是逆境 顺境 你都陪伴在我的身边 我的心里有千言万语 我 不知道为什么 我 我现在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在这儿 就是这个酒吧 是我们第一次见面的地方 每次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 你都是我坚强的后盾 你已经变成了我生命当中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你还记得有一年冬天 我对你说的一句话吗 为了你 我愿意热爱整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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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愿意热爱整个世界 发展对于你 你我愿意热爱整个世界 也不愿意热爱整个世界 即使你 你所有的世界 人因属于彼此 否则我不会常常若有所事 白天眨眼瞬间里 夜晚呼吸几细里 都写满了我是多么爱你 想你的情形 沐子岸 我想带你去体会这个世界上 一切可以体验的美好 我想跟你一起共享 这一切带来的快乐 老天将你送到我眼前的那天开始 我就应该懂得感恩 未来更是如此 我希望我可以陪伴你 一直走下去 这是一次迟来的求婚 莫子 嫁给我 牛叔 好好的 爱人 爱人 好好的让她有我可以依赖 把我的所有时间都用来 爱着你 哪怕你终究会离开 我只想好好爱你 各位 别被他们俩骗了啊 人家孩子都两个了 纯属是已婚人士撒搞粮 好好的 各位 谢谢大家能够来参加我的求婚 今天呢 大家想吃什么吃什么想喝什么喝什么 我买单 好 好 挺挺贵的 这戒指什么牌子的 左卡一的 怎么跟小孩一样啊 跟韩东学的 交换了一行嘛 谢了 放心好了 全部录下来了 全体收工 好 好 来来来来来 真的录啊 有个纪念啊 来来来来来 好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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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都是小事 怎么想呢 折腾这一出 想让你高兴呢 全都是不认识的人 还挺害臊的 2000年跨年的时候 在那儿除了我俩谁都不认识 那个时候你怎么不尴尬呢 到现在了反倒怕生了 是啊 十七年了 正着啊 执着是一种病 姑娘 保重身体 胆敢不道歉 姑娘 我追杀你到天涯海角 甘之如意 真傻 真好 我没什么事 你知道 我不怕死的 我怕的是你们 不怕 有我再 什么都不用怕 不怕 不用怕 不怕 有我在 什么都不用怕 不用怕 那我去找他们呢 行 那你慢点走 明天回来 送完机就回 走了 我带来自 不玩 不玩了 打不动了 美了 完全没劲了 来 给你 什么东西啊 我写的书现在要拍成电视剧了 剧组拿了几件衣服过来 我想让他给你们俩一人带一件 穿着玩 还挺好看的 陆老师 喝多水 谢谢 多少钱 我请您喝 我是宁老师 你是我学生 这钱你必须得收下 您能辞职的还计较什么呀 我辞职我也是宁老师 拿着 成功 怎么才来呢 等你半天了 还有你没有事 站那儿干吗 咋啦啦啦队啊 给换个裙子 我跟你说啊 我年纪大了 实在打不动 你们玩吧啊 谭工 你上 来啊 你小子就欠收拾 我还有客 你俩玩吧 来 把这换上 行 什么呀 为了你 我愿意热爱整个世界 这不你写那种书吗 现在拍生戏了 可以呀 你小子 来 来 踢球 你了 来 还挺上身的 来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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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来 中文字幕——YK 你说 人这一辈 追求个胜 到头来还是在学校里 打掌销的书不 追求 经历吧 在这儿躺着真舒服 躺一夜都不会寂寞 随便拎出来一年 都能想一个晚上 难怪啊 老头老太太就喜欢拿个收音机 在公园里晒胎 不用看电视脑子里都是大片 你说啊 你都一把年纪了 怎么还这么臭 天性呗 在纽约的时候啊 我总在想 要是当初我狠狠心 破釜沉舟 把我妈这结果局 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结果 肯定会比现在好吧 让飞了那么多年 别干慨了 你虽然是幸运的 还有重来的机会 刘小山 你是个好人 好人会有好报道 反正你现在是全世界到处干不好 要不要去纽约破处重量力 我才不去呢 我最怕你们家没心了 每次见到他就开始教育我 我说你是不是从小被你妈管大了呀 喜欢个女的还喜欢强势型的 有可能 你还真别说 每次没心意教育我 你骂我的时候 我就觉得浑身充满了一个 感觉可以再活一次 求你见你 以前是你送过的 你儿呢 是我送的 是 人生难测 明明出过留学的人应该是你 得 你别替我出过留学的事 都回来看看 但是肯定的 没听到 也不一定一定非要在国外什么 他就是觉得 退休之前 那俩的生活更适合的关系 以后什么都说不准 不是吗 记住一句话 他 有好处 像个老爸 有难处 像个兄弟 你面试 走 洗把你 走 哎 您不管我啊 你现在都拉着水不 我妈都是监水片养活的 一直跟你妈陪到最后 尽力了 别想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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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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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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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走 我早说过 他们要不想签这个合同就算了 现在不是过去 全都想从中国引资 Aries一个合同案谈三年 还不够浪费时间吗 好了 别生气了 种植什么呀 中餐即餐 你两项都做了 那必须的 但是 我想吃番茄牛华拌饭 完蛋了 我疏忽了 我买番茄了 我就跟你想办法啊 番茄 番茄 你问我时间去哪儿了 我很幸运 虽然我不记得 过去发生的点点滴滴 但是我清楚地知道 我自己的时间去哪儿了 在我搬家的时候 我在家里的书房 做了两面墙的书柜 我告诉我太太 将来有一天 我会用我自己写的书 把整个书柜全部都填满 她问我要多久 我没法回答她 我没法回答她 但是现在 整个书架全部都放满了 而且 还再往外跌层 第二层已经跌了一大半了 这些书 可以告诉我 这些年 我都做了些什么 可能 我没有办法记得过去发生的细节 但是我清楚地记得 这十年 每一年 我写了什么 这是我留下的印记 那书架现在在哪儿 你没家里吗 对 我家里有 我爸妈家里也有 而且我父母家 不光是有我写的书 还有二十年前流行的书 二十年前的 对啊 在写书之前 我是个卖书的 坦果 你给我端正态度 妈 我在看爸爸书呢 这一招已经不管用了 妈 我问你 昨天有个男孩 骑个自行车 在美湾转来转去的 是不是找你 是 他这星期来三次了 对啊 你怎么这么理直气壮啊 我班长啊 他说 不敢现在找我 怕你 怕我 我有这么可怕呢我 例如现在 你不可怕吗 妈 就给我传授传授经验呗 啥经验啊 孩子一年比一年鬼是吧 木子啊 你是走上我那条老路了 这女孩呢 怕早恋吃亏被骗 这男孩呢 怕打架学坏是吧 我跟你说 早着呢 你以为那个孩子小的时候 难带操心是吧 错了 我跟你说啊 但那个结了婚 你怕不靠谱 这不结婚吧 你怕找不着 这闺女嫁了吧 又怕被婆婆欺负 这儿子娶了 又怕媳妇啊刁满 我跟你说啊 你这一分一秒啊 你都不踏实 哎 现在一想啊 还是瑶瑶聪明啊 不给自己添麻烦 是不是 不过你放心 糖果那孩子多机灵啊 鬼人哪 吃不了亏的 我看西文商报道 这帮小孩都太凿愁了 一个个可怕的要命 这一代太可怕了 不行 我得给长工发个短信去 没错 你说的是这个道理 我可以 抱歉 是我太太 她是我的直系领导 她的消息 我必须要第一时间消化 并且马上回复 理解 理解 你闺女要是早恋了 可怎么办啊 你去问问我妈 你看 她斗争经验比较丰富 莉玛 我呀 上次请要你一个问题 你跟我讲一讲 瑶瑶那个什么早恋啊 恋恋这些事 这事你问我 你 不问长工啊 她那事有什么好问的 再说了 豆豆现在才六个岁 还不到曲线的时候 您跟我说说瑶瑶 瑶瑶 瑶瑶像糖果那么大的时候 不至于的 没那么遭受 那再大一点呢 好香 你 真是好香啊 那会儿寒冬不是住这院子里吗 瑶瑶好像喜欢她 瑶瑶喜欢寒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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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九几年的事了 哎呦 八卦啥呀 都过去二十多年了 是不是 哎 妈 你跟我讲讲 到底怎么回事 具体的 我还真不清楚 妈 你还当了外人是不是 我把你当外人 你这没良心呢 我告诉你说 自打你加入这个门以后 我从来啊 就没把你当成过外人 哎呀 不是 妈 你说瑶瑶洗门寒冬这事 怎么回事啊 那跟你怎么瞒着我 哪多不好啊 我可笑 我喜欢你 疯了 是是是 那也不妨碍你这个 当故事讲是不是 噓噓 你们说话小点 孙女在睡觉呢 呦 就知道孙女 孙子呢 也在睡觉了 这男儿脾气啊 不怕吵 这女儿啊 多睡点啊 对身体有好处 慕子啊 以后你对你儿子啊 得上点心啊 你爸这眼里啊 只有女孩 行 妈 我知道了 您再说回刚刚那事 哎 你们在说什么啊 哎 爸 你不知道啊 妈说养幼十几岁的时候 喜欢寒冬呢 您不知道这事啊 我当然知道 这又不是什么秘密吗 你早知道了 哎呦 你怎么不跟我汇报呢 啊 我不是心疼闺女一些嘛 啊 她心里那点猫腻 那我当然知道 她跟李宁峰那点事 我就更清楚了 你那会儿不是 棒打鸳鸯吗 人家不敢公开 经常偷偷摸摸地 在门外头抱 一一相别呀 别提有多可怜了 李宁峰多好的人呀 妈 你也反对过呀 哎呦 你说这一段干什么呀 那 说寒冬 哎呦 那故事可就多了 这得从 寒冬认识长宫那年说起 啊 江军 嘿 你行啊 您就说吧 服不服啊 服啊 看上去也像个做大事的 在这儿陪我下了好几局 这么险啊 钱得慢慢赚 生活 要好好享受 你 这一会儿早安 好 小子 乖乖乖 玩 我饭都做好了 真是 我媳妇胃不好 必须得按时吃饭 不能迁就你 你要时代来不了的话 我就一会儿等着你一起吃吧 你在哪儿 远吗 要不要去接你啊 魏小山 你更年期吧 磨磨叽叽叽叽叨叨的 你就甭管我了啊 我指定能摸到你家去 老婆 准备吃饭了 韩东那小子不靠谱 咱们自个儿先吃啊 您啊 这局还是得输给我 谢谢您今天的时间 和您谈好非常愉快 谢谢您 辛苦了 我送下您 这还得麻烦您 您把今天这个采访稿 然后发到微信 那具体的事情 咱们随时沟通 放心吧 等我游戏 生活仍在继续 拜拜 人生仍有未知 你也抓紧时间休息会儿吧 下午还有新书发布会 网坚信 无论承受多少压力 无论面对多少困境 你发现了 你压榨起我来 真的是毫不留情啊 只要怀揣一颗赤子之心 心向光明 我不能辜负 您对我的期望 就能书写出自己的生命传奇 对 对 对 我承认我比较随心 看起来也很不稳定 从心左看也很难相处 但这次月亮触摸神奇 我可以说非常任性 尤其是面对决定的事情 按道理说你不该相信 但你要看着我的眼睛 我想好好的爱个女孩 好好的让她有我可以依赖 好好的陪她开心 每一分每一秒 直到她不得不离开 好好的爱个女孩 好好的吵架和好人心耍赖 把我的所有时间都用来 爱着你 哪怕你终究会离开 我只想好好爱你 好好爱你 好好爱你 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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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